白雪你相信光吗 当然我最喜欢奥特曼了 白大宝你们相信光吗 我们当然相信了 最近童话王国的孩子们 总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是谁做的吗 原来是黑眼魔王 我真的去找他 王后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黑眼魔王快把我的孩子们交出来 我没有见过你的孩子 你还在撒谎 屏幕前的伙伴都看到了 就是你把我的孩子们带走了 真的不是我 我昨天刚从月球杀回来 是王后啊 黑眼魔王一个月前 就去月球上义务劳动了 我们可以为他作证 那我的孩子们是被谁带走了 既然不是黑眼魔王 那一定是有人 变成了黑眼魔王的样子 可恶 是谁要陷害我 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童话王国里有魔法的 只有艾莎没离开过 艾莎 一定是他 我们这就去找他 艾莎 你给我出来 哎呦 宝宝别哭了 黑眼魔王 你找我什么事 快把孩子叫出来 你们都知道了 艾莎 你怎么能这样做 不是的 那你现在 快把白雪他们放出来吧 往后找了他们好久了 白雪 你说的孩子是白雪 不是白雪他们还能是谁 可是我没见过白雪啊 你没见过白雪 为什么要承认是你做的 我以为 你们说的是奥妈的宝宝 奥妈出去工作了 就把他的宝宝给我照顾 这几天 为了照顾宝宝忙坏了 根本没有时间出门 看来 你不是艾莎 可是除了艾莎 还能是谁啊 快看 那个不就是我吗 我们快追上去看看 朋友们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我们的狂欢吧 没错 是孩子们的声音 那个黑影的声音 好像熊妹啊 我泰罗奥特曼白雪当场 我第一家奥特曼贝尔 才是今天的主角 都让开 我接到奥特曼大宝 来一口 哇 你们都好酷啊 我也要变成奥特曼 我们这样给奥特曼过生日 奥特曼一定会喜欢的吧 原来你们在这里和奥特曼过生日 害得我到处找你们 你们马上给我回家 这下糟了 被妈妈发现了 可是 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奥特曼呀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奥特曼会来找我们吗 回对话就发出一一一 我们下期再见